诗篇第三十五篇 大卫的诗 耶和华 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相战的 求你与他们相战 拿着大小的盾牌 起来帮助我 抽出枪来 挡住那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的灵魂说 我是拯救你的 愿那寻所我命的 蒙羞受禄 愿那谋害我的 退后羞愧 愿他们向风前的康 有耶和华的使者 赶逐他们 愿他们的道路 又暗又滑 有耶和华的使者 追赶他们 因他们无故地为我 暗设网络 无故地挖坑 要害我的性命 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 愿他暗设的网 缠住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 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高兴 我的骨头都要说 耶和华 谁能向你 救护困苦人 托里那比他强壮的 救护困苦穷乏人 托里那抢夺他的 凶恶的见证人起来 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 使我的灵魂孤苦 至于我 当他们有病的时候 我便穿麻衣 禁食 刻苦挤心 我所求的 都归到自己的怀中 我这样行 好像他是我的朋友 我的弟兄 我屈身悲哀 如同人为母亲哀痛 我在患难中 他们却欢喜 大家聚集 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 他们聚集 攻击我 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 他们如同习上 好嘻笑的狂妄人 向我咬牙 主啊 你看着布里要到几时呢 求你救我的灵魂 脱离他们的残害 救我的生命 脱离少壮狮子 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 在众民中要赞美你 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 向我夸耀 不容那无故恨我的 向我挤眼 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 倒想出诡诈的言语 害地上的安静人 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 啊哈 啊哈 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 耶和华 你已经看见了 求你不要闭口 主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神 我的主啊 求你奋心刑起 判清我的事 声明我的冤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 不容他们向我夸耀 不容他们心里说 啊哈 所以我们的心愿了 不容他们说 我们已经把它吞了 愿那喜欢我遭难的 一同爆愧蒙羞 愿那向我望自尊大的 批惭愧蒙羞辱 愿那喜悦我冤屈得身的 欢呼快乐 愿他们常说 当尊耶和华为大 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 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 时常赞美你